Hi 我是陳老師 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這條片 謝謝你 今天我們會繼續說 德國作家羅爾夫多貝利的 清醒思考的藝術 你最好令其他人去犯的52種思維蟲 上集我們就已經說了22種 我們也知道為什麼 Chi Lam會拍JPEGS的廣告 主王昏為什麼這麼聰明 請小方做你的游泳教練 是否一件正確的事呢? 還有一些免費公共資源 為什麼一定會注定是悲劇呢? 還有張德培如何由頭皮No Way 變成頭髮No Way 今集一定會有更多精彩的內容 如果大家想了解這本書的完整內容 就要看上一集 第23個常見的思維錯誤 就是土起偏誤 一個人越得人喜歡 我們就越傾向在他那裡買東西 或者去幫他 什麼因素會令到一個人得人喜歡 例如他的外表有吸引力 他的出身、個性和興趣和我們相似 對方覺得我們也得人喜歡 這三個因素是依次排列的 一般做得模特兒的人 都是微力非凡 所以樣子長得漂亮 絕對是一種優勢 如果樣子不漂亮 不太適合做廣告模特兒 你肯定會反駁 拍廣告都像我們這些普通人 沒錯 和目標客戶的樣子、口音、背景越相似 亦都是拍廣告的成功關鍵 如果Kelly當年拍了一個 職業英語培訓計劃的廣告 你難道找葦羅莎去拍嗎? Mr. Panda 你肯定要找一些貼地、落地的人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English is important for everyone Learning English helps me do more business Community more easily And become more productive at work Better English gives me Greater confidence And more recognition That's right 多份信心、多份認同 好的英文又怎少得 你都快點申請 職業英語培訓資助計劃 除了這些貼地的廣告之外 當然還有一個廣告就是 你值得擁有 無論是肌膚、瘦發、身份 還是你的鑽石 什麼東西你都值得擁有 你覺得你需不需要有 不重要 他們覺得你值得擁有 你就值得擁有 這時候他們在用第三個策略 就是他說你得人喜歡 他恭維你 其實無論是誰說我們得人喜歡 只要這個訊號一出 我們就傾向覺得他也得人喜歡 這些就是恭維的神奇效果 哪怕你明知自己不是天生禮質 你都會相信他說的話 例如保險業、銷售業 其實都是在用類似的方式 甚至是包括一些援助組織 都會經常利用討喜偏悟 即是那些叫你捐錢的機構 他們一般廣告上 都是會用小朋友 或者一些婦女的形象 你會不會看到那些叫你保護動物的NGO 會用蜘蛛、細菌 還有蟑螂用來做他們的宣傳海報 肯定不會 他們會找些什麼 熊貓、黑猩猩、代鼠、海狗、北極熊、奇蛾 都是會找一些很得人喜歡的動物 有些蜥蜴和蛇 都是貧危絕種的動物 為什麼要用熊貓呢? 因為一種動物 牠跟我們越相近 牠們跟這個世界相處的方式 跟人類越相似 我們就對牠越有好感 正時家更加會把這個土氣偏悟 運用得怒火純青 參選就參選 落區幹什麼? 沒錯 我空降落區 都要幫你捉死老鼠它 我其實都是在基層出身的 我媽媽在生我的時候 沒有十字車經過這個區的時候 洋水穿了 所以跟這個區可以說是同喝一杯水的 所以我對這個區是很有感情的 雖然我住在半山 所以當我們決定要不要幫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在跟對方之間 建立的那種好感抽離出來 想像一下如果這個人是一個 恨你真的人的話 你還會不會幫他買這個產品? 如果你都認為會的 那你就可以買了 下一個思維錯誤就是品庫效應 所謂的品庫效應 就是當我們要賣了一件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向對方撒除 多過我們自己願意掏出來的錢 例如你賣屋或賣車 你現在手上有一部Toyota 你打算賣了它 賣多少錢?20萬 但如果今天不是你賣車 而是你要去買一部二手的車 買回同一部車 你絕對會覺得那部車不值20萬 15萬給多它 這5萬的差價究竟來自哪裡? 就是來自這種品庫效應 我們將我們自己和這部車的感情 融入了價格 要求對方買你的感情走 賣屋也是一樣的 唉…這間屋 我和我老婆住了十幾年 很有感情的 我現在你兩百萬 不多的了 所以你發現為何那些懷舊 特別值錢就是這樣的原因 月餅盒都是有人儲 不過就是一個怨打一個懸崖 不過如果我們理性去看這件事 其實這種加價是不合理的 因為對方並沒有義務 買了你的感情回家 下一個思維錯誤就是奇蹟 不可能事件的必然性 這一個思維錯誤就是用來反駁 我們平時所說的共識性 我們之前說榮革的時候 經常會提到共識性 還有在身心靈的範疇裡面 我們都很喜歡說共識性 我也經常跟你們說共識性 而因為這本書純粹是用思辨的方式 去討論這件事 所以我們純粹用這種角度去看 在1950年5月1日有15個人 本來想著在傍晚7時15分 一起在教堂裡面去排練 即是唱聖詩 但出於不同的原因 他們所有人都遲到 牧師遲到的原因是因為他老婆 要幫他的女兒燙衣 不得人幫他燙衣 所以就要等他老婆燙完女兒的衣服 才到他 而負責彈琴的琴師 那天晨七那麼早就吃完飯 就想在桑化裡盒著 記得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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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熟悉 所以矮比較遲到 有一對夫婦不準時 因為他們的車死了火 總之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 每個人都因為特定的原因 並沒有準時去到的 10点15分来到教堂 而令人惊的事情发生了 在当晚7点25分 也就是他们原定集中时间的10分钟之后 教堂就爆炸了 这一声爆炸的声音是整个村人都听到的 整座教堂连屋顶都塌 但这场爆炸发生的时候 一个人都不在教堂里面 啊 神迹啊 后来消防员来到才发现 原来是石油气泄漏 接着记者就去采访生还者 这群人无一例外 都坚信他们收到上帝的信号 我明白大家在想什么 可能大家都是觉得 是啦 是上帝救他们的 你今次不信上帝也不行啦 其实我是对上帝没有意见的 我其实都是相信共识性这一套理论 但我们不妨试试用逻辑这件事去看 发生这件那么巧合的事件 甚至是奇蹟的事件 它的概率是有多大呢 作者叫我们找一张纸 然后画一个填字格 将四种可能的情况填进去 第一格就写 唱诗班迟到教堂爆炸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奇蹟事件 第二格就写 唱诗班迟到教堂不爆炸 第三格就写 唱诗班没迟到教堂爆炸 第四格就写 唱诗班没迟到教堂没爆炸 如果我们将这四种情况放在同一间教堂 出现所有人迟到教堂又爆炸 当然概率比较低 如果我们将这个模型 扩大到全世界所有的教堂 再将时间续拉足一百年 在一百年里面几百万间教堂 一次爆炸都没有发生过 反而令到你觉得更加不可思议 它虽然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件 但不代表它的发生不是必然 所以你不可以说 因为发生了一件低概的事件 那我们就说它一定是和上帝有关 当然你无法否定它可能会和上帝有关 但是你不可以肯定它一定和上帝有关 你明白吗? 好了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团体迷思 有时所谓的达成共识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例如我们平时在公司开会 你老板在巴拉巴拉巴拉 你其实未必同意它的说法 所以你一不是就不出声 抑压着自己反对的冲动 或者甚至乎直接闪头 因为你对自己的意义可能没有什么把握 也不想每次都站出来做搞屎棍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坐在你旁边 旁边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话 这个会议里面就会出现团体迷思 可能和你开会的这群人全部都是高层 包括你自己都是 你觉得其他同事都没有意见 即是达成共识 即是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但就是因为这种团体迷思 包括你在内的这群精英 可能会作出一个很愚蠢的决定 其实这些案例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经常都会出现 甚至乎是直接令到公司倒闭 事后公司全体同仁都没有人理解到 一群这么醒目的人 为什么会做一个这么愚蠢的决定 但是这些愚蠢的决定就是这样出现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智库工作 或者你是某间公司里面的智囊 无论是什么时候都好 你都需要发表自己的看法 尤其是当你新居要职的时候 其实当有一个人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后 就会有其他人出来和议 而如果你是一个team leader 那你一定要在你的team里面 放一个喜欢跟你唱反调的人 这样你的team才不会走向灭亡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忽视概率偏误 我们其实是很难去区分各种风险 除非风险为零 由于我们无法用直觉去理解风险 所以我们必须动手去计数 例如说现在我给你两个赌局去参加 一个赌局你赢了就会有1000万 你赢出的概率是亿万分之一 而第二个赌局就是你赢了会有1000元 它胜出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那你究竟会选哪个赌局来玩呢? 大部分的人都会选第一个赌局来玩的 因为1000万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但1000元有用吗? 无论1000元的概率有多高 1000万的概率有多低 我们在情感上都是倾向去拨铺大 这个偏误又引伸了一个变体的偏误 就叫做零风险偏误 假如说现在你在玩俄罗斯轮盘 知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轮盘? 所谓的俄罗斯轮盘是一种自杀式的赌博游戏 或者是一种酷液 相传是源自于俄罗斯 参与者会将一粒或多粒子弹 放下一只只可以放六粒子弹的左轮手枪 然后就像你去转搞猪的滚筒 转一圈 然后就用一支枪对住你的头 直接就砰 如果一粒子弹刚好在枪堂上 你就一铺就Game Over 如果不在那你很幸运 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你知道在枪堂里面有四粒子弹 你到底愿意用多少钱 将这四粒子弹里面的其中两粒拿走? 第二个问题就是 假如你知道枪堂里面只有一粒子弹 你又愿意给多少钱去拿走这粒子弹? 我想对大部分人来说 放明就是第二种情况 你愿意付出更加之多 因为你死亡的风险就降到零了 虽然单从概率的角度来看 第二种情况只是降低了我们六分之一的概率 而第一个方式是降低了三分之一的概率 不过我们唯一关注的重点就是零风险 而不是它的概率的下角幅度 人类是很难区分风险的 风险越大 我们所包含的感情成分就越多 降低风险对我们的安慰就越少 这种思维错误的经典例子 就是美国1958年所颁布的《食品法》 这个法案禁止所有食品里面 去添加有毒的致癌物 所有致癌物全部都不用加下去 听起来当然好 所以很快就举手通过 但最后这条法案根本无法实施 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去除食品里面 所有的致癌物质 其实致癌物质也好 添加剂也好 所谓有毒和无毒 它都是剂量的问题 如果要在食品里面 将所有致癌的风险降到零的话 可能现在我们的食品价格 就会马上升高几千倍 而升高几千倍去买一件食物 只是将它的风险由0.0000001降到零 不单止没有经济意义 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到每一个道路使用者的风险是零 可以的 我们将所有车辆的时速降到零 这样才可以去到零风险 例如如果你现在是美国总统 不要问我为什么只说美国 我只可以说美国 你想将恐怖袭击的风险降到零 那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找一个FBI 一对一去监控每一个市民 但你怎么知道FBI不会变舌 不行 你又要安排另外的FBI 去看着FBI 但你怎么知道 看着FBI的FBI 它不是间谍呢 没办法了 你就必须作为FBI 去看着另一个FBI的FBI 这个情况其实在明朝已经出现过 最初明朝的皇帝发明了锦衣卫 用来监测利子 但后来发现锦衣卫不太信得过 又任用太监弄了东厂出来 一路监测利子 顺便监测锦衣卫 之后东厂也不太信得过 又弄了西厂出来 弄完西厂 又弄了内行厂出来 那什么时候才是进头 不用怕 我们还有六仙们 所以最后只会玩死自己 根本就不可能可以持续下去 这一件事 我们又说到投资 有没有可能会有零风险的东西 根本就不可能 就算我们最稳健的投资 放在银行 银行也有可能会破产 通胀也有可能会令到你的钱越来越缩水 就算你说放在床底 放在月饼馆里面 它也有可能会被老鼠咬破 就算没有老鼠 所以银行也不破产 打仗怎么办 你的国家灭亡怎么办 所以我们一定要告别零风险的假象 这个世界绝对没有可能会有零风险的东西 无论是你的积蓄 你的健康 你的婚姻 你的友谊 你的敌人 还是你的土地 理智少少 下一个逻辑错误 就是欺缺谋误 之前我们讲影响力 这本书的时候已经讲过 总之就是说物以欺为贵 很多广告就是说 苏州过后没有贵 真正欺缺的东西是有的 例如《蒙来丽莎的微笑》 这本画 它真的只有一幅 但它什么叫限时报读 网络课程 明天回复原价 超市特卫 你信不信 你明天回去 它还在 或者下个月这个时候 它又在做特价 下一个逻辑错误 就是忽视基本概率谋误 今天礼拜日 你在皇后像广场里 看到一个高高瘦瘦 小默色肌膚 叫做Maria的女人 在朗诵中 宿业私山房 代丁大不治 即样 到西岭 以下哪种情况 更加有可能 A.Maria是一个飞容姐姐 B.Maria是中文大学的 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教授 礼拜日在皇后像广场里 出现一个飞容姐姐的概率 的确是很高的 就算他在念中文诗 他依然可能是一个飞容姐姐 但你弄错了 他真的是一个教授 我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少年在重庆大厦 被人斩成重伤 根据上述的描述 究竟哪种情况的可能性 更加大呢? A.兇手是一个 自称三合会成员的 印巴籍少年 B.兇手是个律师 在重庆大厦 找到一个印巴籍的人士 真是不容易 那是否代表 一个律师就不可能是兇手 导致我们扁图线发炎 主要的两个原因 第一 就是因为病毒感染 又或者是脑内有肿瘤 虽然病毒感染 要比脑内生肿瘤 要普遍得多 但我们不可以忽略 另外的原因 中学都未毕业 成为一个CEO 的确是有人做到的 但他成功的概率可能只有1% 当我们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 应该继续在做梦 还是脚踏实地 去upgrade自己 下一个思维错误 就是赌徒谋误 话说在1913年的夏天 在摩纳哥蒙地卡罗的赌场里面 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 那群赌仔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 有一种赌局 就是去轮球 最后一不停在红色那边 一不停在黑色那边 跟你买大小差不多 那球已经连续20次在黑色那边 那群赌仔觉得 飞云了 机会来了 这次红色没死 全部人都落重注在红色那边 但整理的键又是黑色 没理由第22次又是黑色吧 下一局又是压重注去红色那群赌仔 一直到第27次 那球才到红色的格子那边 而这群赌仔已经输了几百万美金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是坚信 在这个世界里面 会有一种平衡的力量 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是 倒逃谋误了 因为独立的事件 是不存在所谓的平衡力量的 一个球它可以持续地 留在黑色的格子上面 无论它先前究竟 在黑色的格子上面多少次 如果你扔银仔 连续扔了三次都是弓 那你觉得下一次究竟是弓还是智 无论你是扔银仔 还是绿红色白色球都好 虽然我们看到在某一个时间 它出现某一只颜色 或者是工地质的概率特别高 但如果你把这件事做的次数足够多 例如说 一万次波 集一万次公字 那你就会发现 结果是会无限趋向于五十五十 对于任何的独立事件 先前究竟是出现了什么结果 和后面会发生什么结果 一点关系都没有 除非有人出签 好了下一个逻辑错误 就是捞定效应 所谓的捞定效应 就是当我们接触一件新事物的时候 的第一印象 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一些判断 例如你想买一件衣服 而你的budget只有三百元 你走百货公司的时候 你就看到你想要的那件衣服 原来是一千元的 那你肯定就不会买了 想着走去看看类似的衣服 然后你看到类似的 原来都要六百元 但可能你就会急急去付钱 哪怕这件衣服 给你的budget超出了一倍 地产经纪很喜欢用这个效应 首先带你去看一些同等面试 但贵到无伦的单位 让你的心理里面有一个预期 原来是这个价位 然后再带你去看一些面试一样 但便宜很多的单位 你很有可能就会认为 第二个单位是很值得入手的 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带一班大学生去看一套楼 这班大学生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地产业 看完楼之后 就叫这班大学生 马上帮这一层楼去做一个沽价 但在他们沽价之前 人手一份价目表 这些价目表每个人手上 拿的都不一样 上面的价格也不同 有一些是高得很离谱的 有一些是便宜得不得了的 看完这些价目表之后 这班大学生对他刚刚看完的 那个单位的沽价 就会因为他看的这张价目表 而出现很大的差异 手头上拿着那些价格很高的价目表 那班学生 就会把这个单位的价格定度很高 而相反地 另外那班学生 就会把价格定度很低 我们在超市里面 你现在多少钱便多少钱 你打折便打折 啊 好地地 就是要把原价写在那里 然后用红线画了 将现价写在那里 同样也是定流效应 这个价格的差异越大 对你造成的影响就会越深 下一个思维错误 就是归立谋误 我们在黑天鹅效应那本书里 已经说过 当时就举了一个火鸡的例子 在Day1的时候 农夫就去喂一只火鸡 那只火鸡就在想 这两只脚的人真是好 每天都喂我吃东西 就是这样 一直喂啊 喂啊 喂到感恩节那天 那只火鸡就进了焗炉 人类喂我 是对我好 这个信念 每一天都在这只火鸡的路里 得到证明 所以他越来越肯定 这个农夫的心地是善良 这个做法在电油营销行业里面 就经常都会出现 举个例 现在我想着开一个 教人炒股的网络课程 那我就寄了两封email 就是预测一个月之后 某一只股票的趋势 然后将预测升的这封email 传给10万个人 又将跌的预测 传给另外那10万人 过了一个月之后 肯定有结果 如果是升的话 我们就再发一次电邮 给我们预测正确的那10万人 然后去估另外一只股票 同样道理 再将这10万人分成两半 我们传5万封 说某一只股票下个月是升的 另外那5万封坏跌 如此类推 过了一年之后 剩下的那些人 就是你的精准客户 那些人就会把你当成股神 所以并不是每一次都证明 这一件事是对的 那就证明这件事本身是对的 那是一个很危险 也是很严重的思维错误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损失厌户 之前也说过了 我给100元你的快郎 绝对不足以覆盖 你不见了100元的那种悲伤 直接讲结论 恶比善更加有影响力 我们对不利的东西的反应 要比对有利的东西的反应更为敏感 所以如果在街上 一个人生的样子 会更加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如果我们在印象之中 有一个人做过一件错事 那哪怕他做很多好事 都无法弥补你的这个印象 所以如果你正在从事销售业 正确的话术 不是说你买了这东西之后 会赚了些什么 而是说你不买这东西会损失些什么 如果你可以读中你客人的死穴 那他很有可能就会接受了 下一个思维创案就是社会性下台 在1913年的时候 有一个法国的工程师 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他试下拿两只马来拉一部马车 但他发现效率并不会是雙倍的 即是两只马一起拉 那两只马都不会很出力 后来他试下把这个调查 延伸到人类那里 叫很多人一起来拉一条绳子 之后去测量每一个人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如果两个人一起拉一条绳子 平均每个人只会投入93%的能量 如果三个人一起拉 每个人只会投入85% 八个人拉 只剩下49% 因为团队之中 个人的效率是无法直接见到的 所以就会出现一种社会性下台 这个做法是很符合人性的 因为如果没有人发现你有没有出力的话 那么那么落力干什么呢? 这种社会性下台绝大部分都不是故意的 而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发生的 就好像两只马在那里拉马车一样 但如果我们在田径运动的接力比赛里面 就见不到这样的现象了 因为每一个运动员 他们的表现都是个人的 都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社会性下台只会出现在 没有人见到或者很难察觉 谁出的力更加之多的时候发生 这种下台他不会过分到完全不出力 因为这样会引发他人的注意 如果被他人发现你自己没有出力的话 那是会败坏自己的名声 所以下台的程度要满足一个基本的条件 就是对方看不出 有时我们会发现两个人一阶 三个人一阶 和十个人一阶 团队越大 我们的参与程度就会越低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指数增长 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将一张纸对接七次 或者九次就没办法再接下去了 无论那张纸薄到好像餐巾纸 也好它都是接不到的 但如果有一个机器可以给你接下去 接到五十次 那你就知不知道这张纸会有多厚呢? 我们以一张0.1mm的A4字为例 当我们将它对接去到42次的时候 它的厚度就足足有38.4万公里 相当于是地球去到月球的距离 而如果对接五十次就可以去到太阳 对接一百次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银河系 又或者我给你选 每日给一千元你 给足你三十日 又或者第一日我给一个先你 第二日给两个先 第三日给四个先 第四日八个先 如此类推 那你究竟会选第一个方案还是第二个方案呢? 第一个方案 我们在三十日之后可以赚到三万元 而第二个方案 我们在三十日之后可以赚到一千万元 我们人天生对数字上面其实是不太敏感的 因为数字并没有办法可以给一个直观的想像给我们 尤其是一些关于倍数的数字 千万不要乱答应这些和指数增长有关的请求 否则可能真的会输身家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赢家的诅咒 所谓的赢家的诅咒就是指拍卖的赢家 大多数都是事实上的输家 在拍卖的时候出价越高 退出竞价的人就会越多 最后出价最高的人就会买到这一件事 但往往当我们冷静下来去看看这件事的时候 这些赢家最终都会发现自己是用了一个很不理性的高价 去买了一件原本根本不值这个价格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拍卖的时候最高报价通常是系统性过高的 我之前在明珠台的《努力大作战》的节目 有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在这本书里也提到 我手上有一张一千元的银纸 有没有人想来参加这一场拍卖会 这个游戏规则很简单 谁的出价高 谁就可以拿到一张一千元的银纸 这个拍卖有点不同的地方 双方不管最后必不必得到一张一千元 双方都要支付最后出价的钱 不是说你最后买不到这一张银纸就不用付 那你究竟会出多少钱去玩? 假如两个人玩 为了这一张一千元的银纸 其实就算这一张银纸必得一千元 只要你最后可以必赢它 那你最多就没有赚没有蚀 但问题是你的对家也是这样想 如果他上一次出价是999元 而你出价去到一千元 他放弃的话 你当然可以没有赚没有蚀 但他不单只拿不到这一千元 还要拿回999元出来 他肯定不赚 所以他就会再加价去到一千零一元 如果他一千零一元 可以拿走一张一千元的银纸 他最多就虚一元 但你就要虚一千元 所以你又会继续加价 你们两个人就会不理智地互相竞争 哪怕继续将这个游戏 大家都会越蚀越多 但你们都会继续玩下去 这个游戏哪个会赢呢 就是拍卖方赢了 我现在只给你举了一个两个人的情况 如果参与这个游戏的是一大堆人 这个拍卖方可能可以赚几十个回家 这个简直是一个骗局 虽然我们日常遇到的拍卖 不是这样的 但其实我们最后的出价通常都是过高 会远超这件物件的价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Ebay的拍卖 或者Yahoo的拍卖 如果有 其实你可能大致上都理解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所以巴菲特警告我们 千万不要参与拍卖 如果你没办法避开这种拍卖 你去必须之前 一定要在内心里面有一个最高的价格 并且在这个最高的价格里面 扣除20%作为一种赢家的诅咒 这个价格应该就是它的真实价格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基本特征某误 我们发现在一些市道不好的情况下 很多大公司都会换CEO 这间公司的业绩插水 究竟是跟CEO的领导才能关系大一些 还是跟经济大环境差的关系大一些呢 又或者 如果你看看NBA 看到你心外的球队赢了 有些体育版的报道就会说 这个球队是因为哪个球员而获得冠军的 又或者是因为换了哪个教练而获得冠军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以上的这两个例子呢 都是犯了一个基本特征 我们会系统性地去高估人 对一件事的影响 在解释某一件事的时候呢 会低估环境的影响因素 例如是炒CEO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市场的大环境 是在插水 一个球队之所以胜利 虽然某位球员或者教练 他有付出他的努力 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team 每天都在这儿很努力地训练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圈掩 个人成就的报道的时候 我们要看看如果这个人 他不在这个环境里面 换了其他公司或者换了其他状况 他还会不会失败呢? 或者他还会不会成功呢?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错误的因果关系 我们之前在讲《罗室偏误》那一集已经说过 在我们日常的话语之中 经常都会存在这种未经证实的因果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子观音 哎呀!我拜了宋子观音之后 我个媳妇当晚就跟我说有错啦! 但依依我想跟你说 可能你儿子的那一枪是在一个月之前发射的 你那时候还没去拜观音? 两件事连续发生不代表他们会有因果关系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替代途径 什么是替代途径呢? 替代途径就是指 所有同样有可能发生 但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问你 要赚到一千万有什么途径呢? 可能最正路的答案就是去投行做 做出色的大作 做风水师? 买绿合彩? 找个可以帮你不用再努力的衣衣? 买蛋撻菠萝油? 开公司买股票 找林作买虚拟货币 又或者是去参加鱿鱼游戏 相比起去参加鱿鱼游戏 获得一千万 前面所说的那些东西 真是不值一提 因为你是拿一条命拼回来 给你赚到 给你最后胜出 其实可能是一个偶然 很多人会走去犯罪 就是这样的原因 他们只是会见到 我做了这一件事 我帮人铆车去金行就行了 那我就可以分到一千万 下半生不用做了 但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 是可以令到你获得一千万 你只不过是 比起眼前所见到的这一件事 冲分头脑 你其实根本上 就没必要去冒那么大的险 去做这一件事 虽然其他的途径 可能要走的时间会长一些 或者是难度更加之高 但也比你用一条命 或者用你下半生的自由 去作这个赌注 所以不要经常说自己不能选 是你未想清楚 自己还有很多的替代途径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 预测的错觉 在这个世界上 预言未来的人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一无所知的人 另一种就是 不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的人 美国有六万多个 受过专业教育的经济学家 在他们当中 很多人每年都会被邀请 去预测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 只要他们的预测 在先后两次都是准确的话 他们马上就会成为亿万富豪 这些专家 其实是无必要 为他们的错误预测付出代价 无论是他们的金钱 还是他们的名声 而相反地 如果预测正确 他们就会有无尽的好处 在巴克尼大学的一个教授 分析了284位专家 他们在十年内所作出过的 82,361个预言 而这些预言的准确性 比较差 有事实证明 预测结果最差的人 往往是媒体关注度最高的专家 尤其是预测世界会灭亡的预言家 包括预测哪个国家会瓦解 他们的准确率比你问Siri 我相信Siri 现在你都不会无事 叫他起床 没错 比你问Siri 究竟什么可以预测 什么不可以预测 一件事情越复杂 它的时间跨度越长 未来可以发生的变化就会越多 所以气候变暖 油价 汇率的走势 基本上是具有不可预测性的 每一次重大技术的革新 亦都是具有不可预测性的 其实如果你年年都在网上 预测下年有地震 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出名 将你先前预测不准的全部删除 你很快就会成为一个预言家 所以每次当有人走出来 说他要预测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脑子就要叮一声 敲响警钟 我们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 这个专家他的预测有没有弱速机制 例如说如果他不断猜错 他会不会没了份工呢? 第二 我们要看下这个人的职业 如果他不预测的话 他还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呢? 他是不是靠卖书 或者做这些报告来增加他的收入呢? 如果是你就要小心了 第三 我们要看下这个专家 他过往的预测准确率有多高 在过往的五年里面 他做过多少准确的预测呢? 准确率是多高呢? 有多少应验了? 有多少没有实现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一个人可不可信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关联谋误 我们存在两种思维 一种是直觉、机械和直接的思维 另一种是有意识、理性、缓慢和有逻辑的思维 我们讲快思幻想的时候也提过一件事 就是所谓的System 1和System 2 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一般跟身边的人说我以前读法 最多人问我的是什么? 为什么你不做律师? 我其实真的很想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做律师? 就如同如果你大学是学医的 所有人理所当然都觉得 你将来做事一定会做医生的 我以前的同学继承自己家族的生意有 入了银行业的有 入了政府的有 继续读书的有 一毕业就结婚做少奶奶的有 走去做健身教练的有 所以其实有什么出奇? 这个谋误经常都会应用在保险业 例如在2001年911之后 忽然保险公司多了一个险种 就叫做恐怖主义保险 在坐飞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买 而且价格还要比一般的意外保险要贵 但其实当你细心去看看其他意外保险 他们一早已经包含了这件事 根本就不需要额外再去买一次的保险 如果那段时间新闻报道说哪一种癌症 例如大肠癌是盛行的 你会发现市面上多了很多 有人帮没人售的保险 推介给你了 出着Mode的乳腺癌广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专门服乳腺癌的保险 多了人关注 多了新闻报道 是否代表这件事就严重了 其实未必的 与此同时我们有时见到一个人 他的衣着、形象和谈讨 好像某一类人士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警惕 他们是不是真的是这个行业的人 不是穿着医生袍的人 就一定是医生的 他可能是个恐怖分子 也有可能是一个演员 我们不可以想当然认为 两件事是必然有关联的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框架效应 所谓的框架效应就是指 不同的表达方式 我们会对同一件事作出不同的反应 之前在其他的杂数中 我已经说过 我简单说 例如在广告上 九成的姐姐都很喜欢用金宝钟 来清洁他们的家 但如果你将这句话换成 有一成的姐姐 不是太喜欢使用金宝钟 其实两件事是一样的 但第一个表达方式 就会令到你对这个产品 有正面观感 而第二种 就有负面观感 好了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行动偏误 虽然我不踢球又不打球 但如果你踢开球的话 那我就有条选择给你了 即是如果有人犯规 然后要射罚球的时候 对于守门员来说 撲去左边、撲去右边 和站在中间 可以挡到的球的概率 都是三分之一 但就是因为这种行动偏误 一个人如果见到一件事 他什么都不做的话 他就会产生痛苦 基于这种痛苦 他一定会移动 所以他们会更加倾向 撲左或者撲右 所以如果你射罚球的时候 对着他在龙门中间 射下去 他很有可能就接不到 因为他九成都会不是撲左就是撲右 因为行动其实是人类的天性 在远古的时期 如果我们去到森林 你见到老虎在你前面 你走不走好呢? 你走遲些可能都死了 我们可能自己不是警察 但看过警匪片 你都知道 一般那些刚刚拿过银鸡奖 学警出家的朋友 他们在执行operation的时候 经常都会犯行动偏误 遇到一些责人出现 或者一些疑犯出现的时候 他们是倾向于直接行动 或者制服了那个人 但那些如果当了警察 比较长时间的警察 他们就倾向于不会这样做 他们会首先观察一下发生什么事 让判断好形势 然后再作下一步的决定 有一个英国的研究说 如果警察能够耐心等候 那途人甚至是警察自己受伤的比例 都会被马上出手干预要低 所以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 我们最好是什么都不好做 直到我们可以更加好地分析形势 我们才出手 我们一定要克制自己的这种冲动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不作为偏误 第一个情形 话说有一天你登山 那你就见到你很恨的陈老师被车撞到 你本来是可以帮他叫白车 或者去救一下他 但你并没有这样做 最后他死了 第二个情形 有一天你登山 发现那个人是你很恨的陈老师 你一早就看他不顺眼很久了 一手就把他推到马路上 接着他就被车车死了 针对上述的两种情形来看 究竟哪一个更加之应该受到谴责呢? 究竟是见死不救 还是主动谋杀呢? 虽然两者他的结果都是导致他人死亡 但其实有一种直觉告诉他们 见死不救没有谋杀那么严重 这个思维错误就是所谓的不作为偏误 这件事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很多的父母明知道有时打疫苗 是可以帮助到小朋友抵抗疾病 但我们都会深大深誓 因为我们主动带小朋友去打疫苗 如果翌日他有什么东瓜豆腐 我们就相当于亲手送的小朋友上西天 但如果我们不作为 我们不带他去打 那这种负罪感其实就没有那么强 同一道理 如果我们劏鸡的时候 我们更加愿意那只鸡自己坎头埋墙死了他 都不愿意拿手去割断他的喉咙 很多事情他最终所导致的结果是相同的 但我们就会倾向于用不作为的方式去做 都不愿意用主动的方式去做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智利偏误 什么是智利偏误呢? 例如如果你在学校里面 考试拿100分 你就会觉得完全是你的功劳 是因为我聪明 我聪明 我努力 但如果你考得不好 你就会觉得这次考试不公平 在股市里面赚到钱 你就会觉得是你自己眼光独到 但如果你亏了钱 你可能就会赖你的股票经纪 或者是赖政府 我以前所作的公司 每年我们市场的GM 都会去总部做presentation 那些presentation 都是我做的 我有份做的 所以我就很清楚 他们每一年的逻辑是怎样 如果那年我们市场的业绩好 所有的光环都会套在GM的身上 什么都是归功于他的英明决定 就算他不是画公仔画出场 你都感觉到他在赚自己 但相反地 如果那年的业绩不太好 被其他的market爬了头 他们就会去赖周边的大环境不好 就会放很多data 证明他所说的是事实 竞争多了 我们的市场占有率低了 这一类成功归于自己 失败归因于外因 就是所谓的智利偏悟 这种智利偏悟 会令到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同一时间会为我们制造很多盲点 所以如果在我们身边 有一些说话很值得的朋友 那我们应该慶行 他可以不家修饰地 说一些中肯的意见给你听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 享乐式认证 在我们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想 如果有一天发达就好了 如果可以买到一部 麦萨拉迪就好了 如果可以住半山就好了 哈佛大学曾经做了一个调查 他们针对那些中了六合彩的人 进行做一个跟踪的调查 他们就发现 就算你中了多少钱都好 平均三个月左右 那种幸福感就会烟消云散了 我们有时常常以为 哎呀我跳了槽 然后就会很开心的啦 但通常过了三个月之后 那种幸福感又会和先前一样 你又会继续好像一只死狗 拖着疲倦的身躯上班 买跑车也是一样的 买完之后一般三个月 你就觉得跟你以前那部旧车 没什么分别 升职啊 加薪金啊 换了老婆啊 其实都是一样的 除了正面的东西之外 其实负面的东西也是一样的 有时我们见到那些可能不小心 因为交通意外 没有一只脚啊 坦了啊 那些朋友 我们会系统性地去高估 对方的负面情绪持续的时间和强度 又或许是当我们失恋的时候 我们好像觉得整个世界要塌 又说要戒手 又要生要死跳楼又行 但基本上无论我们遇到些什么 平均在三个月之后 我们的情绪就会恢复先前的水平 当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是买了一部新车 去升职加薪 去换份工啊 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当我们在幻想有多么幸福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提醒自己 你换来换去搞那么多东西 都是只有三个月的新鲜度 所以什么才可以令到我们持续 可以积极点和开心点呢 就是我们要把控好自己的时间 令到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有充分的自由和自主权 我们应该尽可能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哪怕要付钱去做都要去做 和自己喜欢的朋友啊 去吃饭啊 去玩啊 如果你是一个女性 觉得自己是飞机长啊 无语问仓天啊 作者便建议你走去龙空 因为这一件是一件 会长期令到你开心的事情 缩短自己上班的距离 时间 慢声疲劳 或者是噪音 这才是实际上呢 可以令到我们在很长的时间 都可以感到幸福的方法 而不是简单单的去换些新的东西 和买些新的东西 下一个思维错误呢 就是自我选择偏误 即是有些喜欢抱怨的人 常常都会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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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你的一生 所有遇到塞车的时间 和所有正常通行的时间 拿来做一个比较 每个人其实都是差不多 天并没有针对你 只不过是你自己觉得是这样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联想偏误 我们的大佬实际上 就是一部联想的机器 例如好像密集恐惧症 我们见到那些密密麻麻 好像有抱的东西 或者是绿色的东西 就会令到我们联想起病菌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这一件事其实是保护到我们的 但错误的知识也是这样形成的 联想偏误会影响我们作出决定的质量 例如我们会倾向不喜欢那些 和我们讲坏消息的人 在英语的语境中 称这种现象叫做 斩来史综合症 因为我们下意识地 将这些坏消息和信事捆绑在一起 我们平时去买衣服的时候 看到一些model 穿得这么好看 我们也会联想自己穿在身上 都是这么好看的 所以一般model的身材 都会搞到玲珑浮突 即是我是指model公仔 不是指真人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经验反而会令到我们 变得更加愚蠢 和作出一些不理智的决定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 新手的运气 如果你自小被家人 叫你落场打麻将 或者你去澳门的时候 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一定会有人跟你说 新手肯定是会好运 会大杀三方的 但事实上 我们其实是将新手 这件事 和你赢不赢到钱 这件毫无关联的事情 联系了起身 如果你每次去见board的时候 都穿一个绿色波点底裤 那你就相信 这条波点底裤 会为你带来好运 那就很容易出事了 假如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一切顺利 那我们更加应该小心谨慎 例如好像在赌场赌钱 通常赢钱的人都会倾向于继续玩 而输了的人就会不玩 如果你坚信自己今天很有魂 你拥有超越平均水平的能力 那你很可能就会越玩越大 最后可能就会一拨清袋 因为随着我们玩的次数增加 那我们赢出的概率就会恢复正常化 如果你还在催眠自己 说自己今天很有魂 那你很有可能 最后就输成你那条绿色波点底裤 下一个思维错误就是认知失调 之前也说过 我又简单举个例子 例如你去见工的话 如果那间公司没有请到你 你通常不会承认自己不够班 你是会去说服自己 其实你根本上就不太在乎这份工 我还有大把选择 你知所以来这个interview 是想看下究竟现在的求职者 是会怎样准备的 以及面试官会问你什么 也真是所谓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不过有时稍微说个大话 骗一下自己 感觉都会好些的 OK 来到最后一个思维错误 就是双曲贴宴 其实看这个词 你不知它是什么意思 其实它就是指 我们是会倾向选择一些 眼前较少的利益 也不会去选择日后较多的报酬 即是说如果我现在 马上就给你一千元 又或者是等到年底给你两千元 你通常都会选择现在拿 这个现象也解释了 为什么那些人明明知道 股票其实是一种长期的投资 才会赚到钱 但我们都倾向喜欢玩短炒 我们宁愿刻薄将来的自己 都要及时行乐 这种思维错误其实是很不理智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我觉得有很多部分都是挺实用的 还有对我们也有很多的啟发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着小铃铛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既然你都听到最后 麻烦你在搜寻栏帮我建议 陈老师大话历史 帮我subscribe my channel 还有270人去到1000subscribe 那我就可以多个channel去收广告费 麻烦大家 今集的时间来到差不多了 我是陈老师 我们明天再见